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当地时间的15号晚间 在旧金山出席 美国友好团体联合举办的 欢迎宴会并且发表演讲 习近平表示 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 基础在民间 期待两国人民多走动 多来往 多交流 当地时间15号傍晚 参加晚宴的各界人士陆续抵达 他们包括苹果公司CEO库克 特斯拉CEO马斯克等 美国商界领袖 也有飞虎队老兵莫耶 爱奥瓦州居民兰蒂 等中美友好人士 和习近平的老朋友 习近平在晚宴发表演讲 回顾自己在38年前 第一次访问美国 就来到旧金山 至今还保存着 在金门大桥的流影 而旧金山也见证了 中美两国人民 百年交往的历史 习近平在发言中提到 美国飞虎队 同中国人民并肩战斗的历史 提到乒乓外交 打破两国兼兵 也说到自己访美时 同美国民众建立起的友谊 期待两国人民多走动 多来往 多交流 我第一次访问美国时 住在埃瓦州的德沃切克夫妇家 我还记得门牌号是 邦尼街2911号 这是我同美国民众 首次面对面接触 也是一段我和美国人民 共同生活的难忘经历 对我来说 他们就是美国 我今天同拜登总统 达成重要共识 两国将推出更多 便利人员往来 促进人文交流的措施 包括增加中美客运直航航班 举办中美旅游高层对话 优化签证申请流程等 我们期待着两国人民 多走动 多来往 多交流 习近平随后也谈及中美关系 指世界的未来需要中美合作 两国要展现大国格局 拿出大国担当 他也重申 中国处理中美关系的根本遵循 就是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 中国从不读美国书 从不干涉美国内政 也无意挑战和取代美国 乐见一个自信开放 发展繁荣的美国 同样 美国也不要读中国书 不要干涉中国内政 应该欢迎一个和平 稳定 繁荣的中国 习近平还在发言中宣布 中方未来五年 愿邀请五万名美国青少年 来华交流学习 并愿继续同美国 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 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 习近平在发言最后 也介绍了中国的发展 指中国已经找到一条 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目标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致力于全面发展 永续发展 和平发展 无论今后发展到哪一步 我们都永远不称霸 不扩张 不强加于人 不谋求势力范围 不从任何国家打冷战 热战 中国将坚持对话 而不对抗 接办 而不结盟 继续奉行合作共赢的开放战略 近一段时间以来 中美民间交流逐步回暖 飞虎对老兵刚刚访问了中国 近期费城交响乐团 也正在中国进行访华巡演 而这次习近平在美国期间 不仅同美国总统拜登进行了会晤 也通过出席晚宴的方式 来加强同美国商界和民间的交流 在两国关系回稳之际 也释放出促进民间交往 民间友好的积极信号 凤凰卫视 你巧闻 周明亮王磊 九金山报道